大家好 今天也要討論戰況 因為戰況上也相當不錯 主要是要討論巴赫姆的情況 巴赫姆,可以這樣說 巴赫姆有些攻勢出現了 烏克蘭的地面部隊指揮官 叫做Silsky Silsky在位上將 他表示,現在烏克蘭作出有效防禦 甚至乎作出反擊 所以巴赫姆已經撤退了2公里 這就是我們現在看得到的消息 你說現在他退了7-8公里 我就覺得太多 我一看到他的地面部隊指揮官說 就是撤退了2公里 我暫時收到的消息在這裡 如果再有新的消息 我們都會繼續跟大家討論 其實主要是說現在的防禦 第一,你可以將華納集團的資源大量消耗 其實華納集團 雖然大家經常都覺得他們是拉閘成棍 但其實他們在巴赫姆裡面的攻勢 其實算是不錯的 算是有戰績 算是對烏克蘭部隊構成威脅的部隊 所以現在的防禦行動 其實主要的推進 仍然是華納集團那邊進行 所以能夠消耗到他們 這亦令俄羅斯開始發覺 華納集團不夠用 需要派入一些正規軍進去 例如我們之前所說的側翼 你要扔一些VDV部隊進去 又是要消耗那些位置 不過也挺搞笑的就是 華納集團之前都說過 就是他們竟然發現那些士兵 因為烏克蘭部隊開始反擊 尤其是在南部那邊進行一定的反擊的情況之下 他真的看到華納集團頂住 但是俄羅斯正規軍走了 包括我們昨天所說的 就是俄羅斯的第72機動部槍類 他們真的都 第六年和第八年都走得很快 基本上 聽烏克蘭的說法就傳遷了 又應該不會殺光的 應該很大部分都走散了 走光的情況 現在在西南陣地上 似乎都撤退得很快 所以之前華納集團的首領 普利哥津其實也是很大力批評的 因為俄羅斯之前 用這麼大力去攻擊巴赫武 其實普利哥津用了大量的資源 他應該有五萬兵团住在巴赫武 已經死了20% 只是死而已 已經沒有了一萬人了 我還沒計算他其他受傷的士兵 如果死一萬人 傷的至少也有兩萬人或以上 其實你現在剩下的兵員 就不會特別足夠 而他也沒有辦法去招新兵 之前 例如說 你去監獄那裡 招募囚犯之前 後來不行 所以都相當難搞的 即是說 現在烏克蘭 都還是繼續 去保衛這座城市的情況 你看到現在的反擊狀況 現在開始出現了 在巴赫武的地區 剛才我們提到 他們現在的巴赫武地區 是持續的 尤其是在南邊 是出現了一些進展的情況 對著南翼的襲擊 似乎做得相當不錯 又讓大家看看 在南翼那邊 進行攻勢 烏克蘭人 又沒有在整個巴赫武市 全面開花 即是北面中面 東面 一起打 真的沒有的 他們比較多 你看到南面 尤其是 開始接近森林的位置 開始 可以持續續續續續 靠著地形的掩護去進攻 現在搞笑的地方 就是 俄羅斯的部隊 只要知道 烏克蘭的部隊 靠近過來的時候 他們就會準備撤退 例如 第一隊收到 現在烏克蘭 接下來會迫近 會襲擊他們 然後很快去 你就已經叫不回他們 你都不知道他們去了哪裡 即是散了就走了 每一次 總之他們知道 有人會有烏克蘭部隊 推進去到他們的陣地的時候 他們就會離開 所以 直至昨晚 即是半夜 深夜的時間 第三突擊類 我們之前和大家介紹過 這個第三突擊類 即是烏克蘭這一邊 他們的指揮官報告 他們在那個戰壕 有3公里這麼寬 附近的戰線 發現了俄羅斯人 走狀廣 於是 他們踩進去 兩公里這麼深的俄羅斯防線 這個很可能就是之前我們所說的 就是那個上將的說法 Sielski的說法 就是踩進去兩公里的位置 這個其實是 你配合上 那位上將的說法 以及這一位 我們所說的第三突擊類的指揮官的說法 其實也是問合的 但是這個我相信也是開始了 因為如果再看看昨天 即是10號 有些影片 他們都是在這些陣地附近開始的 即是兩至三公里 就開始清除俄羅斯部隊的行動 他們現在打的位置 其中 我也有些地圖給大家提到 你在 南邊小小的地方 我們叫做Kerdemicka地區 他們在這裏清剿俄羅斯部隊的情況 又是我們說第三突擊類 其中就是他們的第二型 亦都在他們的步兵 車禮M113 染目之下 慢慢向戰豪推進 我們都說過 你打戰豪 即是如果一戰打戰豪 你用坦克推 現在你看到他們除了坦克 你當然也可以 或者你用這個步兵車 即是你見到用M113也好 一直掩護著前線 你首先對方攻擊的無效化 然後你慢慢再壓制著 M113上面都可以放很多武器 然後用火力壓制著他們戰豪的士兵 說真的 如果你這樣打 你戰豪下面的士兵 其實你不能打 基本上你都沒有什麼重型的 例如反坦克那些武器 打 其實你都要離開 因為你沒有理由 你的槍等等都打不進 你的火力很快就會被對方壓制 所以難怪 如果你在前線 沒有一些反坦克 反裝甲部隊的武器 去到這些位置 你還留在這裏 都真的送死 所以向後走 似乎都是其中一個必然 所以你掘這麼多戰豪 某程度上 對方掌握到你的資訊 你都沒有什麼用 於是他們沿著這個森林 在這裏 和Cardimivca 一路去到戰豪 一路去清理他們的陣地 我想他們收到封 很多人都離開了 所以有少部份的 WARN 部隊會駐守 駐守在陣地 到時嘗試清理一下陣地 然後就會持續駕著 駕著MV-13 這些步兵戰車 一路去防禦工事 一路都移動 很快便清空了他們的陣地 聽說收回來也有不少戰利品 包括機關槍、榴彈炮 追擊步槍、彈藥等等 每樣都拿不少 以及對其他側翼開始注意 他們也有烏克蘭的炮兵 炮兵也開始注意到 其他防線上 例如其他俄羅斯陣地 他們會派無人機 嘗試做定位 然後進攻 另外亦都在Ivaneski 即西南的位置 做好定位 然後發現 俄羅斯在附近有些 shelter 他們在那些地方攻擊 俄羅斯在附近 那邊都被灼火 他們一嘗試撲火 應該失敗 撲不到火 最後怎樣呢 就唯有走 所以他們又向了 南邊一點的陣地 Kievolitski那邊 Kievolitski那邊 即地圖 應該大家有機會看到 南邊一點 Kievolitski那邊 向那邊走過去 沒辦法 亦都有很多片 說到 零星的俄軍 就向著無人機叫 就說 透降啦 這些東西 無人機就扔了一張紙 就跟他說 你去哪裏投降啦 等等 都非常好笑的 這些片段 又近期會多了些 但是說到 我們說到 Kievolitski那邊 其實俄羅斯也是 向那邊走 烏克蘭那邊的炮 也是跟著走的 附近 亦都有一些燃料庫 或彈藥庫被摧毀 即是說 現在巴赫武這邊 烏克蘭開始進行 一個清場的行動 他們出動了 無人機做的偵察 然後 用他們的火炮部隊 炮兵 協同 一起去做攻擊 無人機做的定位 然後再用炮兵 去清朝附近 連倉庫也被攻擊 似乎 俄羅斯部隊 他們 未有辦法去處理 這種 小規模部隊的反攻 現在 烏克蘭炮兵 又向 Kitschivka 那邊地區 繼續開火 好幾個打擊 現在發現 俄羅斯這邊 對這種火力滲透 沒什麼辦法 即是沒什麼辦法 即是大炮去攻打他們之前 他們都只能夠離開 只能夠離開 總之 他們現在走去哪裡 問題就是 無人機也是咬著他們 人們怎麼走 都快不過無人機 所以現在的情況就是 基本上 炮火跟著無人機 跟著俄羅斯走去哪裡 一直追擊他們 現在的作戰範圍 接下來的情況 應該是會擴大 作戰範圍 應該將2公里至3公里的位置 接下來要擴張一倍 我猜大概 你今天打到2、3公里 明天又打到2、3公里 即是可以到達6公里 你會延長上去 你打到6公里 都蠻好的 你打到去南邊 即是我們打到 Kerdemivka那些地區 真是打到去南邊的位置 令到俄羅斯 將Ivaneski附近清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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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那邊就安全了 即是那邊就不會再受到 俄軍對那個部級路線的影響 這件也是好事 因為我們講到Ivaneski的位置 之前 經常被威脅 你看到這麼多天的圖 T0504經常被他們咬 有時是拿回 有時是被人咬 有時是被人咬 都蠻危險的 Ivaneski附近南的地方都清淨 乾淨很多 再南一點 我們講到Kerdemivka的地區 那些倉庫和設備都被攻擊 都被攻擊 都被攻擊 總之現在他們的前線地形 主要被攻擊的地區 都是屬於森林的地帶 森林的地帶 當然森林的地帶 那些攻擊線可能不太穩 甚至乎有些會被撤斷 烏克蘭也可以把他們的攻擊 碎片化 不同的方向去攻擊他們 很有機會 逐個令他們孤立的部隊 令他們盡快耗盡他們的補給 要是要繼續沿著森林線的撤退 要是要投降 其實撤退都沒有什麼名的 這些位置基本上 火力都在壓制著 即是有無人機 有炮兵的路 就是最極的 總之現在森林地帶那邊 似乎是優先要處理 優先攻擊 攻擊森林地帶之後 可能他們就會向著城中間 或者城東一點點 那邊 再向著其他河流那邊去推進 但是如果你說再打遠一點 Kernimivka Antrivka 小小的位置 都可以去攻擊 現在他們的辦法 就是有沒有機會 如果打了南邊之後 然後就會在南邊做一個包圍線 包夾西面和南面 再加上Kromov的北面 包夾在現在 包圍武市中心裏的華立集團 現在這個突出部 就形成了一個包圍圈 這個包圍圈 現在不會很明顯 但是可能過多兩天就會很明顯 所以俄羅斯部隊 他們可能只有大概24小時 他們要考慮 接下來 他們要不要 撤出中部的情況 如果不是的話 口袋戰術包了 他們就要投降 投降 除了損失人員之外 裝備也是一個問題 所以他們要考慮 不然的話 巴合武能夠修復西部和中部 剩餘 就要考慮南部和中部之後 到北部 即是Kromov對上 打高地回來 搶佔高地的時候 變成北面就很安全 就會相當穩固 打下去就沒有那麼危險 這些位置 好 這個是我們暫時看到 打法上 即現在是北面推進 南面中部的位置推進 那些情況 好嗎